Hello YouTube 朋友大家好 我是 Danny 歡迎收看 Danman 826 頻道 今天又在家裏和大家分享一些賀年美食 今晚就是吃盆菜 好多謝Together 送了這一個是真品李嘉的六人盆菜 今晚和大家試吃和分享 好 打開來看看裏面 這個袋子挺漂亮的 他也準備了一些筷子碗給大家 另外裏面是一個法寶膠盒 這個盆菜是一個急凍的盆菜 即是拿回來可以放在冰箱不用馬上吃 但吃之前就要解凍才可以吃 先來看看 先來看看 連鍋也一鍋放在這裡 在盆盒拿出來就是一個鍋 鍋裡面就是盆菜的材料 但它就是一包真空包了 冰了 這個叫金肉滿堂盆菜 裡面最主要都是幾樣的高貴食材 有吉品包 土耳其的海參 蠔豉 花膠 魚醇 瑤柱 還有很多其他配料 一邊吃才跟大家介紹 現在就要等它解凍之後 一會晚上吃的時候可以煮滾 這個急凍其實有它的好處 就是你可以早幾天訂回來 放在冰箱 慢慢解凍才可以 如果你買一些馬上吃的 就要馬上去吃 這個會送到你家裡的 觀眾朋友 如果你都喜歡收睇一些 飲食、旅遊生活資訊影片 或者想跟著我Danman一起餵食過肥年 就快點按我Danman826頻道的訂閱和鈴鐺 當我有新片出的時候 你就不會錯過 多謝你們每一位的支持 好了 現在盆菜差不多解凍了 就可以放在爐裡 煮滾就能吃 行了 我準備了你的電爐在外面飯廳 一會兒盆菜煮熱之後 就可以拿出來 可以保溫 一邊吃都是暖粒粒 幾個小時後 嘩 嘩 爽 今天我試吃這個 是金肉滿堂六人份量的盆菜 2088元 外景商Together的預購網址放在我影片的 資訊欄和留言區的頂部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參考一下 嘩 現在聞來香噴噴 因為它很香的鮑魚汁味 先試鮑魚 海參 花膠 好 嘩 這麼棒的食物 當然是用刀叉來享受它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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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切的時候感覺到很軟 不會好難切 現在只切開了一半 非常夠軟 而且可以吃出鮑魚的味道 嘗嘗它的汁味 只是聞到香 但是嘗嘗 嘗ategicin 什麼味 因為它用鮑魚汁 一些這些滷雞 瘦肉 這樣嚼 喝起來不會太濃味 好像是一个比较稠稠的老火汤 不会很大 应该没有加蠔油在调味 它真是熬出来的鲜味 刚刚吃过的花枪 它有点海味味 有点鲜的味道 我发觉它也有多大块和厚肉的花枪 这块是多厚 我上网看过 原来真品李家是一家主要经营包心刺土高级海味的公司 他们自设中央厨房生产加工一些海味的食品 例如盆菜等等 我觉得鲑鱼和花枪的鲜味很足够 所以也不要用XO酱或者辣椒油去加进去 吃它的鲜味 反而海芯可以加一点来调味 因为它本身比较淡 现在试一粒干饶柱 好大粒 真的够大粒 不知味道如何 我先切一点 不要这么大粒吃下去 不同我平时买的干饶柱 就四五百元一斤那些 这个味道真的很鲜 它现在真的吃得出带子的味道 但当然是干了的味道 这个很好吃 它又够腍 不会很硬 它又不散 一粒 好像吃饶柱泡那一只 它材料就不是很多 它不会加些猪皮鱼蛋 全部都是比较贵的食材 它下面有鹅掌火腩鸡肉 栗子沙葛冬菇 我觉得因为它没有菜 我都会自己放些菜 放些汁 放些汁 吊起的颜色真的不同 我这一碟 整碟 鹅掌 雞冬菇 栗子 火腩 有些沙葛 突然间变得漂亮很多 加些菜 你喜欢吃什么都可以 可以加些豆苗仔 菜心仔 小糖菜仔 都可以 总之之 放些漂亮的菜 再放下去吧 吃点这么正的东西 当然要喝点可口可乐 不过今年新年 其实的糕是不喝那么多 因为都比较糖分糕 但大事大事 喝一点点 除量 可能观众朋友会有疑问 急冬会不会不好吃 或者是否很麻烦 其实急冬的盘菜 也有好处是 你可以早些时间 预订了 拿回来放在冰箱 何时想吃 一日前就拿出来解冰 然后就煮滚 煮滚就可以了 不好处是 当你煮的时候 真的要慢慢 攪拌 就会去煮滚 如果你买到的即食 回来 就全部都已经煮滚了 立即充电 立即充电就可以吃 那些 就要即买即食 这个就可以 早几天预订 你随时有空吃也可以 你说这个六人份量 是不是真的够了六人吃呢 我觉得如果真的六人 可能加多一两碟东西 加个菜 或者加条鱼 就够了 如果三四个人吃 我就觉得很够了 刚才吃到尾 你也发现还有多个材料 就是蹄根 刚才不发现 难怪这盘菜的酱汁里面 那么黏性 那么有胶质 因为可能有些花胶 加上蹄根 滚起了 现在看到有些胶膜 吃完 嘴很黏 痴痴 但人就不是痴痴 很正常 很开心 吃完之后 如果吃剩了些汁 吃完材料 我觉得也不要倒掉 应该留下明天 可以轻轻的 加一条菜 做个鲍汁 拌面 也不错 观众朋友 都喜欢今天这条影片 记得 分享给朋友 和给个like 还未订阅我 Damman826 记得按下订阅 和小铃 按小铃 真的很重要 因为当有新片出的时候 YouTube就会通知你 你就不会错过了 还可以follow我Facebook IG 看到特别优惠资讯 生活点滴 可以和大家分享 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